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一定要有预告性的内容 预告什么就带会员们去重压什么 预告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叫实际上操作 会员朋友才可以赚得到大钱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没有问题 投资朋友没有问题不要找问题 今天涨130点 今天涨130点 不要每天都说会拉回会拉回会拉回 到底什么时候拉回 投资朋友你等破前低可以吗 投资朋友哪边上来的这边上来的 这边上来除非破前低 我们再来讨论 如果中间有做适当性的修正 都是合理的范围 我再讲一次 如果有做适当性的修正都是合理的范围 因为这一波是这边上来的 除非破前低嘛 那你这边震荡晃一下 我是觉得都可以接受 那重点我们来股票市场是来赚股票的钱 我们是来赚股票的钱 领一你没有赚到 这待会我们会再说明一下 我们待会再说明 那今天最强的股票 投资朋友你们应该知道今天最强是这一档吧 这一档 投资朋友 那请问投资朋友 你有什么看法 795块 今天涨幅将近60% 涨幅将近60% 那这档股票 其实它创造很多台湾的一个奇迹 因为什么 因为近期去锁 很多人去什么 去抽嘛 对不对 1752亿 这是创 创台湾的记录 这是创台湾的记录 因为它是全球为二 那台湾是唯一 环境光的感测晶片 投资朋友 很多人 很多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抽到 那 如果这些个股 你平常没有锁定 那基本上今天 或许你还是在看你的股票 你还是在看你的股票 那 你有没有去锁定一些 全球独门独家的股票 刚正经理人讲过 这是台湾唯一的 它没有竞争对手 它没有竞争对手 那全球为二 除了提供给苹果的 另外那一家 叫奥地利维电子 那其他全球的 六大品牌的手机 除了苹果之外 其他通通 都是他的客户 那投资朋友 可能常常习惯就是 看很多节目 所以你会买很多股票 那就算有一些股票冲上来 或许你都还不知道 你都还没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都在买你习惯 你喜欢的股票 那你也不会去锁定 我刚刚正经理人所讲的 因为我喜欢锁定的都是 叫独门独家 这档股票 你们应该都不陌生吧 数位生物条码的 为什么可以从60块涨到150块 今天还是持续在在涨 你应该知道哪一档股票吧 6598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持续在涨 投资朋友 还是持续在涨 那为什么可以从60块涨到150块 涨到150块 那目前的位置还是很漂亮 今天大概在100 115块到120块 投资朋友 如果你当初你相信正均 你听我的 那你最少赚一倍 你听我的最少赚一倍 你不用怀疑 你听我的一定是赚一倍 超过一倍 那用今天的一个收盘价 大概差不多赚了快一倍 差不多赚了一倍 那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就是赚标股嘛 就是赚标股 我常跟投资朋友分享就是说 你们要习惯去改变一下 改变你原来的操作模式 不然你会永远赚不到钱 那刚刚正均跟你讲的 那你觉得我有沒有预告 刚正均讲的这档生家 你觉得我有沒有预告过 看一下这张字卡 这是当初我的预告 6乘以7减10 6 7 6 7 42 42再减10 就是32 今天涨幅60% 今天涨幅60% 明天会不会到一倍我不知道 后天会不会到一倍我不知道 礼拜四会会不会到一倍我不知道 礼拜五会不会到一倍 因为有五天的蜜月期 会有五天的蜜月期 那今天涨幅是60%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暗示什么 我说6乘以7减10 会有四个号码 6732 升加 你一定赚钱 你不可能赔钱 你自己看 从我讲完之后 投资朋友 你一定赚钱 因为这创新高 创新高 投资朋友 这不用怀疑 投资朋友 那你有没有赚到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就算今天开 你今天开盘买都赚哦 今天开盘买 你一张还是赚 赚大概65块 我并没有要去炫耀什么 我并没有要去强调 我多么多么的厉害 我只要告诉投资朋友 你们要看有预告性的内容 涨跌我都觉得都是很合理 很正常的 因为分析是一定 有看错的地方 那也有被它猫到的地方 那你不能老是拿 对的地方出来讲 这样的节目就没有可看性了 那我相信我从两个礼拜前 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族群 叫资安 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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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都在讲这个族群 全市场 也是政均 最先跟你提醒的 资安 资安 我相信这个已经讲了 将近快两个礼拜 你说你还是没有赚到 那我要讲什么 投资朋友 我都先从 我都跟你讲说 小的上去 有没有 小的上 小的上 小的叫朴宏 对不对 3029的什么 01他赚的比朴宏还要多 那赚的比他多 那他的股价在 60几块 60块好了 那今天579 那请问他会不会上去 我先暗示你们一下 他接下来或许跟 这个也会有一点关系 金城 因为金城他现在在手的现金有25亿 他高达25亿 听说 听说他对他很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整个系统整合起来 哇 我跟你讲那金城会不得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这一个阶段 我都有跟你分享每一档的包括就是说 像这个已经涨比较多一点的敦洋科 但是我有用月线给你看过吗 我说日线是涨成这个样子 月线是涨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再看一遍 这是日线 这是月线 我都有给你看过 日线我也给你看过 3029 01的什么 日线 你都跟我说老师涨很多 那我也问过你 那这样子的月线涨多不多 而且当时候还没有突破这个前高 但是我跟你讲 这边已经突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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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他过这边的高 那么就是万里无云 现在就是万里无云 你不用怀疑 现在就是万里无云 你什么时候买的通通赚钱 但是如果你跟政均同步 你会赚比较多 你会赚比较多 而且我都有跟你分享这一波 你们有些资安股 你们也是搞不清楚状况 这也是资安股 621这也是 静态 只是你们都没有去锁定 因为你们都在看你们熟悉的股票 你从来没有在看 你都没有在看跟你不相干的股票 所以我们赚钱很容易 你赚钱呢 你赚钱就会比较 会比较吃力一点 但是政均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调整一下 改变一下那个模式 改变什么模式 改变来赚标股的模式 那我这边一定都会有所谓的预告性 这预告性内容太多了 而且我预告的股票 就是他整理完之后还是会创新高 龙老鱼卖瓜一下 老鱼卖瓜 因为这些 有没有 11 12块 没人要低 现在已经多少 现在已经40块了 合适朋友 选得 50块没有要 83 对不对 这张太多标股了 这是抗原检测对不对 那也有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这个又创新高了 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我挑的股票很容易创新高 拼搏一下哪一档 拼搏一下那就是24 93 阳搏 有没有创新高 创新高 对不对 这维生还要再看吗 不用看了吧 这当初都有跟你讲的 这维生的 那85你不要 85你怎么会要 170你就会问我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31 32 33 带宇 带宇是哪一支 1598 目标价有跟你讲过了 目标都跟你讲48 499 有没有 对得起你吧 世界先进 大支的我都有跟你讲 我不是说只是讲小支的 坚创新高 对不对 这就不用讲了 经济 连续两天 330 331 我的内容都一定有 都有叫预告 对不对 投资朋友那你有赚到吗 这是带宇的资料 那包括带宇呢 带宇的目标价 目标价都有写48块 对不对 那这个什么 最厉害的脚踏车 最厉害的脚踏车 看一下最厉害的脚踏车 贵猛啊 我都没有乱讲 这最厉害的脚踏车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好 那你们这些你都没有赚到 我知道 那我希望你们来买新的 可以吗 就是来参与新的 那当然就是 与新涨很多的这些 有关防疫的体裁 你们自己本身要去衡量 衡量什么 衡量你自己 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 当你买进这些比较 怎么讲 就算比较标的形态 这种的个股 你的心脏 能不能够去承受 当它有任何的问题 你敢不敢砍股票 如果你不敢砍股票 那这些标股 你就不要操作 那标股跟你没有份 那你 你当然可以去挑 你还是可以去挑 就是你心脏 比较 比较 比较小颗的 那你又要要求 有基本面 你如果要求基本面 当然还是很多可以挑 对不对 那这是今天上来的 环球金 因为它本身获利都还不错 因为第一季 第一季就已经6.62 对不对 那当然 看你是什么形态的 那你什么样的个性 400多块 那有没有比它赚更多 比它赚更多 然后呢 然后股价还更低的 有啊 群联啊 群联才298块 298块 那第一季就赚了将近快10块钱 对不对 就看你 你就看你的个性 你的属性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属性 你再来去挑 你能适合操作的股票 因为我五月份的母亲节 我请你来 来体验 有没有 我说你来见证标 见证标啊 母亲节啊 三个礼拜前啊 就是瑞茨啊 我又是第一个 全市场第一个 可是我当我 每每当我讲完 哇那市场又是 就开始 风黄又开始热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就是你跟政均操作 我都是领先市场告诉你 最新的资讯 你可以看政院节目 你会发现 我的资讯很常常 领先一个月左右 甚至领先两个月 我不会去跟你讲当下 因为你去看当下 当下有时候就是 可能今天强明天 它就转弱了 那你操作起来 你就是会养成这种 长期来的坏习惯 就是你每天都是在追 追今天的主流 明天就变成不是主流了 所以你长期坐下来 你每天你都在什么 要嘛你不是每天在换股 你就赚那个赢头小利 那第二种投资朋友 其实是最多的 就是你明明买到 你知道不会动的股票 你就知道你买的股票 是不会动 但是你又不想去换股 那你股票又一堆 一堆 你又不想换股 所以来到股票市场 不是说钱多 或者说你很聪明 你很认真 投资朋友 不是比这个的啦 不是比谁钱多啦 当然钱多你有占优势 这个不可否认 那也不是比认真的 如果靠认真 大家都可以赚钱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 就没有穷人 股票市场有时候就是 我常讲的就是比的是一种资讯的领先度 资讯的领先度 这个很重要 那我讲这些是不是有领先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那你如果本身就落后 落后资讯 我常跟你们提到就是说 输赢的关键 胜败的关键 就在资讯的领先度 我常跟你们讲那一句话叫 千金一定早知道 没有那个千金不知道啦 只有你的寿命千金是不知道 你再有钱你也不知道你可以活到几岁 对不对 但是你有实力 有实力的人一定都会知道很多事情 而且可以提早知道很多事情 那你要跟谁做 你有你的选择啦 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 就是每天 就是追追追 有的人还是喜欢追 那追没有错 但是大部分投资朋友 你追了你不会卖股票 所以我都希望我帮你们挑 就是说成长性 爆发性 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我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我都来给你推荐资安 资安 对不对 资安 那三月四月不用讲 三月四月五月 我都来推防疫股 那很多人就是来 常常就是会 会来质疑说 那防疫股能做吗 防疫股到现在还是可不可以做 还是不能做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买卖点的问题 没有不能做的 今天这个也表现不错 全台就表现得也不错 这我都有推荐过 对不对 就是说 你看你买的时间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两个礼拜前 我上个礼拜跟你推荐 你真的有进来的 投资朋友 我真的都 我在想办法帮你们赚钱 那你们自己 如果没有赚到钱 我也觉得说 你们就调整一下步伐吧 那当然 最近 最近有一档标股还不错 哪一档你们知道 连续六个涨停板 连续六个涨停板 你们都知道吧 大家看一下 最近他最强 这档最强 有没有听过 这有听过 可是这能 这怎么那么标 涨停涨停涨停 涨停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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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怎么这么标 投资朋友 因为你们很认真嘛 太认真了 你都在看这些基本面啊 老师第一季才赚2毛7的公司 这么喷这么标 标了6支 好 那标了6支 那我们 我们也可以来锁定哪一些是 落后性 那还没涨到的 我们今天有挑老一档啊 也是一样啊 做那个废弃物处理回收的啊 来看一下啊 这张股票 这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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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买这张股票 因为是刚刚才突破的 突破才第一 第一天啊 第一天突破的 那跟什么 跟光安科也是做一模一样的 产品 投资朋友 你知道吗 他去年1.56 去年赚1块1块5毛6 今年是有机会挑战2到3块钱 而且他连续4年 连续4年的获利是持续在成长 光阳科并没有连续的哦 我先跟投票报告一下 但是光阳科最近就是什么 采到 就是跟台积电是有关系的 那连续4年 获利创新高 去年 全年的获利再创8年的新高 它跟什么有关系 废弃 因为废弃物回收 最近开始会有一点热啦 因为 投资你们知道吗 因为苹果接下来 他会采用那个 Type-C的线材 所以 他现在都开始要采用新的Type-C 对不对 那旧的线材要跑去哪里 丢水沟吗 还是丢哪里 用土拔买起来 旧的线材全面回收 那目前是由金鼎的旗下 这家公司叫 熔顶 大中国 你只要在中国 你都一定有听过这家公司 叫熔顶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要回收 旧现场要回收 那回收要做什么 我待会跟你说明 从今年的第二季开始 你们要特别留意这个讯息 今年的第二季开始 废弃的这个太阳能光电板 要做回收 而且从2020年的第二季 第二季 这应该没有人会跟你讲 这没有人会跟你讲 全中华民国 又是我第一个跟你讲 那他们回收这一些 那厂商有哪一些 那我刚刚也跟你们讲过 像光阳科 光阳科最近就是跟台积电有关系 那我要先跟你报告一下 金义鼎它跟谁有关系 哇它可多了 金义鼎跟谁有关系 跟台积电也有 联电台积电 华邦电 伪创 智邦 还有被动元件 国具 投资朋友 他都是帮他们做 废出废料的回收 那你问我说 那这些废料的回收 是在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好 做什么的 我先让你看一下 我先让你看一下 黄金的走势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我现在黄金的报价多少 黄金的报价 为什么光阳科 最近这么强 这么喷 跟黄金的报价有关系吗 那你知道黄金现在报价是多少 让你看一下 这是目前黄金的报价 再创新高 黄金的报价 有看过黄金吧 金条 这是黄金 那刚刚正义讲的 金义鼎就是专门 它专门就是把垃圾变黄金 你不要笑哦 你不要认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哦 它就是负责 负责什么 它是负责可多得很 它负责把这些半导体工业 零组件的工业 被动元件 印刷 那刚正义有讲过 这些光电板的电讯通信 其他一堆 把废弃 废弃回收 变黄金 好 这就是你会不会选股的这个逻辑 你不见得就是要去追光阳科 投资朋友 光阳科可以涨六个涨停板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光阳科可以涨六个涨停板 那你明天去追第七根吗 你追第七根你就有压力 你就会什么 会有心理会有一些负担 老师这个第六根 那我明天可不可以去追第七根 因为今天追还是有人在追 这个没有对跟错的问题 今天还是有人追 今天有10317张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锁了9000多张 你不能说今天追的人是错的 但是证据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第一根追 那你最起码你后面有五根 对不对 但是你会跟我讲说 老师这近期长这么凶 对不对 长那么凶 长那么凶 谁叫你追 谁叫你追那么凶 那你可以买第一根的 投资朋友 这不是第一根吗 这不是第一根 这第一根 这第一根 这才第一根 而且他赚的又比光阳科多 投资朋友 我会挑比较 让会员朋友去买的 买了不会怕的股票 投资朋友 我带会员朋友的方式比较 怎么讲 我比较不喜欢让我的会员朋友去担心很多事情 因为追涨停板绝对没有错 就像今天 或许你的老师 也在叫你追涨停板的股票 对不对 那追涨停板有没有对跟错 没有对跟错 但是我知道 我在第一根买的 我赢的几率非常大 那我第一根买进去之后 它或许有第二根 或许有第三根 对不对 或许有第四根 但我是第一根买 我就不用去想 我第七根我追的会怎么样 我不用去想这种事情 投资朋友 所以你跟正经操作 你会非常非常的放心 那先前我一直请你来母亲节这张股票 你有没有影响母亲节 见证标 见证标 有没有 见证标有跟你提到 你想不想要翻身翻倍 它已经翻倍了 瑞茨ABC 698 对不对 那今天让你看这张股票 再问你一次 想不想要翻身翻倍 想不想要翻身翻倍 它是全球围山 光通讯主动被动元件的 薄膜绿光片 它主供是高阶的 我先跟你特别强调 它主供高阶元件的 毛利都超过40% 这三个是它最主要 它最主要工的地方 光通讯的被动元件 云端资料处理中心 包括5G的基地台 那这张股票或许你们不熟悉 但是投资朋友 重点不是在你熟不熟悉 重点是我带你去买 我怎么样帮你赚到大钱 这才是重点 不是说你熟不熟悉 我当初推的瑞茨ABC 你熟悉吗 我当初在讲保龄球 你认为 你认为保龄附警50块钱 你觉得呢 你还不是跟我讨论说 老师那个跌很惨 但是没有跌 不好意思 他非常的强势 那今天一样 你想当那个见证者 今天一样 播电话留资料 带回去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是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那01礼拜三 后天他要除息 如果你有税的问题 你不想除息 那当然你可以等礼拜三 除息再来做买进的动作 那明天稍微会震荡一下 没有关系 那另外这档股票 我觉得好像被 好像有被错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太离谱了 这被灌到典离板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是礼物 你也不要乱错杀 同志朋友 操作股票不是看 这个月怎么样 就赶快乱杀 不是这样操作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 请你要把握 你要好好把握一下 这是比较低档区的 那母亲节你有错过 那你没有关系 独门独家 这个你没有来 那今天跟你分享这一档全新的 想不想要翻身翻倍 同志朋友很简单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